基隆的小吃店全部链持续在扩散 虽然今天晚间小吃店要赴业了 但是目前看起来基隆疫情不见收敛趋势 为此主会官前兄昨天就宣布了 说基隆要首度来实施类谱筛 希望借此可以救出这个黑树来围堵疫情 包含像是基隆市长林佑昌 他现在也几乎要利用这样的类谱筛 守住基隆截断传播链 因此接下来指挥中心会提供 家用快筛试剂 要给基隆市民 希望利平的结果能在一周之内出炉 好 至于连续多日是前往基隆市府 来开会的王毕山他也解释了 由于快筛的方式较为普及 可以自行操作 而且效果也不错 才会规划用快筛的方式 来取代披下筛检 因此才会称呼为类谱筛 虽然届时不会以强制方式来执行 但是最终希望基隆市民都能够配合 基隆市民广场筛检站 一早涌入不少民众 还有远景跟分局内情同仁 大家都说基隆疫情严峻 来筛检比较安心 基隆疫情升温 指挥中也宣布 基隆将实施全面类谱筛 针对三十六万多人口 发放家用快筛试剂 跟厂商的合约量能 快筛试剂有八百万份 预估一周内完成 希望及早切断传播链 但也有民众担心 万一发放了快筛试剂 不会用或不筛检 可能也是白搭 这不会怎么办 这样比较严谨 这样子才让大家有个警觉性 因为实际执行上一定会有一些问题 怎么发放 怎么回收 王毕胜说 类普筛可以让民众自行操作 不必限制活动范围 相对提高配合度 检验数量大 成本可负担 ACIP召集人李秉颖认为 透过快筛K找出年轻病例 避免病毒流窜到长者或儿童 领口长跟副院长邱正荀指出 尽量把冰山下面的浮现出来 类普筛不可能匡列所有人 必须同步搭配社区筛检站 动态清零必须越快越好 类普筛能不能及时揪出社区潜藏病例 有待考验 眼看Omicron传玻璃墙 唯独疫情是重中之重 记者临时大 黄时分SNG小组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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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